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好,大家好 早前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報道 題目吸引了我進去看 台灣病人說周身骨痛的時候 看了很多年,最終被另一位醫生揭發了公主病 這個報道是綜合了兩個報社的報道 一位陳姓的女士在四年前開始出現肌肉僵硬 廣泛性疼痛現象,也有疲倦、憂慮、焦慮、失眠症狀 先去找骨科和台灣所謂的復健科 四處求醫都找不到什麼原因 因為聽上去都好像大部分都會有這些問題 甚至乎保險業那方面懷疑你是否炸病 欺騙保險金 然後他也做了很多次的檢查 只是肌肉比較硬 甚至去到門診打針的時候 都好像打不到進去 就覺得這個問題都開始有異常 因為已經有四年了 最後展煙絕接之後 去到台灣的江田煙院求證的時候 終於被其中一位醫生確診了為公主病 正確的名字叫做纤維肌痛症 這是神經內科的主診醫生楊坤白表示 纤維肌痛症是因為中樞神經過於敏感 而導致神經時傳遞瞬息時 將痛覺的訊號異常放大 一般人覺得屬於輕微的疼痛 但對於患者來說 可能是數倍至數十倍的痛症 而且慢慢廣泛到全身 甚至容易引發到進行按壓之後的劇痛 楊醫生指出 纤維肌痛症常見於20至50歲之間的女士 但不清楚究竟病發的原因 造成廣泛性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個人體質、壓力或心理創傷的因素而起 而目前已知患者疼痛症 對於肌肉組織沒有特定病理變化 但對於按壓刺激性所產生的異常症 對於這些病患者 周圍的神經系統激活後 而中樞神經系統的過敏症 所以患者疼痛症 就反映了很關鍵的角色 要知道他們一般來說 西醫方面都是用指示藥 給他們進行的治療 但對於患者想要跟治這個 事好事怪對他們來說 都很麻煩 而陳女士在楊醫師的建議後 嘗試用重複經勞遲次的方法 連續進行三個療程後 發病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了 而每次發作的情況 都比以前更好 更容易受控 兩三個月後才發作一次 而楊醫師也說明 剛才他用的方法 RTMS的原理是透過短時間重複 刺激發生磁生電流的效應 而刺激到或抑制了腦部特定的區域 而調整腦部的訊息 改善他的憂慮或疼痛症狀 把腦部的神經迴轉路 變成電路板 指出纖維肌痛症可以像電流般出現異常 而這個治療可以透過調節後 減低或舒緩出現的次數 減醫生 我知道你在臨床上 因為你本身也是一位脊骨神醫科醫生 在臨床上 我相信你有遇過這些病人 只不過當時可能沒有被認為是台灣的標籤 屬於公主病 可否跟聽眾解釋一下病症 可以在治療方面如何幫助病人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這種病在近年來已經有很多書 專門是這個病 而寫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為何診斷如此困難呢 因為沒有化驗的方法 沒有指標 也沒有什麼可以用X光照出來 所以主要是病人的感覺 他覺得異常痛症 當然有些肌肉比較僵緊 但其實很多人的肌肉也很僵緊 我記得在日本 在好幾年前我們去介紹小凌晶的時候 發現日本人的痛是異常多的 他們很多是女性 尤其是根基很僵緊 那時候我用了太空小凌晶 推揚得很好 Anyway 這種病 公主病 其實早然也不知道為什麼 解釋不了 觸摸不了 但最後也開始認同這種病 會不會是假瘡病 想偷懶 騙保险金之類 所以很久很多醫生 都對這種病的存在性都很懷疑 雖然現在很常見 乘數以百萬的人 受到這種病的困擾 也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會痛 直到開始用一種藥出現了 這藥叫Pregabalin Pregabalin 叫Lireca 有一種藥出現了 是去試圖治療這種病 發現這藥早期是治療競亂的問題 是治療競亂的藥 但試圖用在這裏 發現這藥有效 即是有藥是治療這種病有效 也不敢說人家是假瘡病 真的有這種痛症改善了 到2007年FDA正式批准 本來是治療競亂病的藥 是可以用來這病的 但問題是這藥的副作用很厲害 所以很多人要考慮這藥 都要考慮副作用的問題 譬如有什麼副作用呢 副作用包括肌肉軟藥 有游存...睡眠出現問題 躺得不好...視力朦糊 協調方面有協調能力 可能總是不改變的 但又是歪痠及出血 還有一個問題是體重身價 這是一個好問題的 因为很多时候患有这种纤维肌痛症的人 很多时候都有体重过高的问题 他本来已经肥胖了 你的副作用竟然会令他肥胖 所以这些副作用都是很大的问题 大家要开始想一下 最近我们遇到病人 有些无形的缓运 走路不稳定、摆摆,但又说不出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病 可能前身都是因为吃了一些 无谓的药导致副作用 有什么好消息呢? 虽然我知道西药有些效大 但副作用的问题挺严重的 好消息就是 因为这种病很多时候的症状 好像有关节问题、风湿等等 其实有很多自然的方法 是可以用来治疗这种病 效果也相当好 也不会这些副作用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提到有限的路 原来这种药 不是每个人都有效的 在一个临床实验之中 发现他只能对4个病人 1个病人舒缓 其实那个有效率 不是这么高的 4个有1个人 所以既然效果有这么差 4分之1有效 做了这么多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觉得 应该第一件事 就是要走回治疗这条路 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病 成因在哪里 那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都找不到一个没有原因 可能原因也有很多 很多事情会触发这种病 比如说 简单就是受伤 有时候撞车 马边式的受伤 颈部发一发 接着就出现了问题 长期就好不回 颈部肩膀痛 由于一个是车祸 另外可能是食物的敏感 荷耳蒙的不平衡 比如甲状线低 还有消化毛病 重金属的毒素 还有神经书 书信物的不平衡的出现问题 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令到我们身体的细胞 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能量 令到我们痛的信息 没有折制地释放 所以很多时候 这类纤维肌痛症的病人 很多时候都有其他的病 比如失眠疲倦疲疑 除了肌肉痛 有些我们叫做点痛 某个地方一按 就会很痛的 这些叫做spot pain 还有情绪低落 还有消化的问题 还有很多时候是女性比男性多 通常年龄都是40岁60岁 这点显示荷耳蒙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处理这些病人 也会看看荷耳蒙的情况 看看他的cortisol、DHEA、痴激素、黄体酮素、高丸素、荷耳蒙 有时候也要看看 还有因为重金属可能也有问题 有时候尤其是病人 过去很喜欢吃大鱼的 或者口里面有很多水人的保牙 这也可能是其中的成因 我们就会用头发的测试 看看有没有重金属这类问题 也可以尋找消化和营养 因为消化不好 营养吸收也会出现障碍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在多方面去看 在治疗方面也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基本的营养素 例如营养素包括钙尾 因为钙尾是会帮助你放松肌肉 放松肌肉和镇定神经线 用维他命D 因为维他命D可以帮助消炎 还有我叫5HTP 5HTP是一个蛋白质 通常牛奶里面也会有 朱古力也会有 这些会增加血清素 上去通年 令到你减低痛的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MSM MSM现在很多人都会用 一个天然超原药 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过去我用了很多工具 还有Cite selenium Cocutane 这些工具 当然我们经常说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对这类症状 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疗剂 在我们的经验上 我自己在临床上都经常用得到 其中包括Woodstock 野角 野角的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可能都会记得起 野角通常对肌肉痛 我们的那种疆紧 尤其是神疆 早上一起床 肌肉很疼痛 天气冻又差 热水枯 冲热水凉会舒服些 那些人很疆紧 这就是Woodstock野角的主要程度 另外一个疗剂 我们叫做Semi-Surfuga-Rasmosa 黑声马 通常那种疼痛就像乳伤那种疼 尤其是颈和背部 上背部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很深沉的感觉 好像乌云盖顶 真的乌云盖顶那种感觉 尤其是女性 因为荷尔蒙可能有相关的 我们会考虑黑声马 黑声马在草药上 都是用一些女性的条理 另外一种是Brownia-Alba 白蛇根 白蛇根通常主要的症状 那种疼痛就是越动就会痛 最好不要动 越动就会很尖銳的疼 所以在疼的疗法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 纪录上也有几十种疗剂 我们也会视乎整体的状况 去找疗剂 在我的临床 我通常和疗法是一个很大的治疗工具 除了疗剂 我们也要看看食物敏感 通常要看看食物的情况 有七大食物的敏感食物 在我们的网堂以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做食物的测试 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这种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饮食方面 尽量吃一些抗炎的食物 例如吃很多冷水鱼 会减少水鱼的倾向 比如像三文鱼、沙迪鱼、西鱼 吃多些蔬菜、生果、鱼、红肉 还有抗炎的调味品 最重要的是姜黄粉 在我们早餐里面 我通常都建议加姜黄粉 来搅拌入早餐的巴黎环的饮品 除了姜黄粉、洋葱、蒜头、姜 这些全部都是消炎的作用 如果我们发现病人本身的消化力都比较弱 我们要考虑用消化酵素的方法 当然作为脚衣 我们会用脚衣的手法 调理腰背痛、颈椎痛、神经线受压 所以我们通常用的工具很多 当然在大胸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也会用体肠 帮身体的肠排毒 也有体质水疗和space healer 当然家庭里面还有什么用呢 我通常都会建议 他回家用MSM的lotion 加DMSO一起涂 Shoe的重症是非常非常之好 暂时我觉得是最有效的 而且工具也很便宜 当然可以浸浴、浸浴、蜀炎、蜀炎、修肥 这些身体也能帮助修缓身体的神经动作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病人通常在2至4个星期 已经开始感觉到有改善 通常在8至10个星期左右 改善是很明显的 当然很多病人都会继续采取这些工具 因为始终这些工具是自然工具 不只是对付痛那么简单 对整个人也会有健康很大的帮助 所以当大家遇到这些问题 当然第一是尽量用自然工具 因为在西医方面 说真的来说 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药物 刚才我曾经说的药物 也发现它的成效 只是四分之一的人感觉到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当然会采取其他方法 在此医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整传多元化的方法 我们过去也处理过不少这类病人 最早期诊诊出来 不知道只是肌肉痛 都是被止痛进去 继续维持了4年 搞了4年 还被人觉得好像欺负薄金 直至肌肉出现了有点异常 硬到打针才被杨医师发现到这个问题 而采用另一个方法 当然在香港 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网台的节目 也知道余衣生不断在网台上 将他临床上的经验都分享给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有什么奇难杂症的问题 尽管都不要放弃 不仅是西医那边没有办法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办法 可以补偿给大家处理的问题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查询刚才提及过健康产品、疗剂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到 csa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我当然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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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